防盗防通行 不怕通行竞争 就怕通行拍照片 以前呢 经常有网友找我 说要采购一批服务器 问我公司在哪里 想参观一下库房 那时候我还傻不冷灯的 带着人家去参观库房的 参观公司呢 介绍一下公司的规模情况呀 有时候我也没时间 然后我就找我同事啊 就是让我同事带着他去看 去参观这个库房 最后的结果都是坑 有时候被个别人 就是拍照片发朋友圈 有时候吧 就是把别人说的 就是把我们库房 那个什么大量 什么什么什么型号的服务器啊 等都拍照片发朋友圈了 前期我是不太关注这块 觉得这都是有小事嘛 无所谓 不知道他跟人计较 都是朋友吗不是 后来才知道 这种就是小的不起眼的事情啊 竟然让我亏了不少钱 所以我现在得出了结论 就是说 不怕童话竞争 就怕童话拍照片 上个月就发生过一次 就一个收音牌的朋友啊 就是 他就直接找我 他说 你为什么只卖给我三千多块硬盘 谁谁谁告诉我 你那还有八千多块这种硬盘呢 就咱这种关系 你准备卖给谁呢 怎么不卖给我呀 你看不起我吧 尴尬了 都是做生意的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货 我都卖给同一个人吧 就谁出的价格高点 就多出点 价格低的话 就是少出点 谁做生意干脆利落 就可以谁多合作一些 这样做也是为了 就是维护更多的合作伙伴吧 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就吊死 这不是正常的吗 对吧 再往以前也是有同伙朋友啊 就是找公司找我的 就是喝茶吧 当时也没聊什么业务 就趁着他上厕所的时间 在库房去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也是发朋友圈了 结果没一会儿 好几个朋友找我了 他说 你们有什么什么服务器 怎么不告诉我呀 搞得我老尴尬了 你知道吗 不是我不想告诉他 而且他每次出的价格 就是偏低 所以时不时 就是有货 我也没告诉他 总之呢 这种事啊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各种各样的影响 就是特别不好 前一天呢 我就直接给我们库房的人 就管库房的人 只有定了一个规矩 就是说 没有我的允许 不允许任何朋友 或是任何的客户 去参观库房 不允许库房的人 跟公司以外的任何人 说关于库房的这个 库存情况 说实话 就很多人找我的时候 他们也不说什么目的 就是说 就是很久不见了 找我去喝茶去 就这种事 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嘛 来就来吧 就是怎么也是 就是先聊天嘛 不是 反正也是好久不见了 就是见面 聊聊行情什么的 就是很多时候 你找我喝茶的时候啊 我不让你参观这库房吧 这怎么 怎么说 你说你转转 我说不让你去吧 也不太合适 所以说 我不太愿意管这种方面的事啊 就是你尽量是别去参观库房了 就是有时候你看看也可以 你就尽量别拍照片啊 就是到我们库房 这个库房库管的话 不让你参观库房的话 你也挺理解一下 如果平时有的同行吧 他们就自己库房的服务器 型号比较少 或者库的量不大 如果有客户要的话 就要你没有的型号的话 你可以找我调货什么的 这都很正常 但是就是不要拍照片 就最后就送给那些 就是同行吧 同行就几句话 就是 行业内卷的不可避免啊 就是各行各业都这样 习惯了就好了 与其费心的去阻挠 不如专心的经营 自己的业务 就是服务器行业 回收这规模还是挺大的 这市场还挺大的 总有属于你的天地 何必继续求成呢 对吧 对吧